中 黄 黄 黄 虎 黄 虎 黄了 黄 黄 没没 得念玩意儿 没必要 他赢了 我觉得他赢了 因为是用方言说这个绕口粒更难 那我要用三段话 来来来来 三天用四十四个 四十四个 下场这些年真的发展的还挺好的 今天既然来我们社区 咱们也做点普及工作 然后最简单的咱们说 说学逗唱 他的定义应该怎么定义 说嘛就是 绕口令 不是 你最基本的说相声嘛 对吧 是主说 说唱艺术嘛 以说为主的嘛 对 说唱艺术 语言技巧嘛 语言技巧啊 然后其中就有很多了 就是灌口 绕口令 是吧 单口相声 这也是说 这都是嘴皮子得溜嘛 你们平时是怎么训练 多说话 包括说说绕口令啊 背背灌口 这的确是需要的 对 没错 绕口令 你们谁说的好 绕口令 志孙老师 志孙 志孙 确实我们讲是语言艺术嘛 对不对 反正他这是怯照 什么叫怯照 就是说你那个 有点模仿导口类的结果 他是本色 他是藏医人 他不属于模仿 你比如说我北京人说北京话 那就不叫模仿 就不叫模仿 对 我本身就是这个人 我本身就是说绕口令的 那就 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本身就是说绕口令的 说的是模仿方言 我都说的普通话 那你听我们这个呢 有点北京腔 有点口音 咱们一个一个来 一组之舍对周振南 来 徐之舍 等下 我先来吗 预备 开始 胡滑 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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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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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虎 黄了 黄了 黄 黄 没 没 得念完呀 没必要了 当老师 你又说有一点咬到后塔咬了吗 没必要了 来 周儿南 南南 不要让我太丢的 来 五四三二一 走 这不用干扰了 肯定比我们这种 比黄 防护服更黄 还是黄 防护服比黄 防护服更红 人了 这不用说 太明显了 其实我觉得这位老师 念得特别好 他真的很搞笑 那有什么用啊 别搞笑 来 第二组 光光对摇指 加之光 开始 山前有44棵紫色狮子树 山后有44棵石狮子 山前的44棵紫色狮子树 刺死了山后的44棵石狮子 山后的44棵石狮子 山后的44棵石狮子 咬死了山前的44棵石狮子 山后的44棵石狮子 山后的44棵石狮子 咬死了山前的44棵石狮子 山后的44棵石狮子 四四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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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四 别教人家了 再用一个二声和四声的区别 四四十四十四 我再替他着急 你哪来的勇气替别人着急 没有 完了 山前有四十四颗 死射四四树 山后有四十四只 十狮子 山前有四 我没给你拍 山前有 山前有四十四 四十四十四 谁说山后有四十四个 山后有四十四个 要是山前有四十四个 是谁十四十四 不是 山前有四十四个 是谁十四十四 是谁十四十四 还是四十四个十四 让回来还有马赛块 山后的四十四 之十十四子 哎 还有模仿 摇死了山前 山前的四十四颗 四十四十四 笼 我 我觉得他赢了 你怎么觉得 我觉得他赢了 我觉得他赢了 因为是用方言说这个 绕口律更大的 那我要用三个话 说一个 那 realism 来这 朕 散天用44个44指数 哈哈哈 散天用44个44指数 散天用44个44指数 散天的44个44指数 射死了散客的44指数 散客的44指数 咬死了散天的44个44指数 不就是散天的44怪 44指数 咬死了散天的44个44指数 哦 这么棒 我要是气不行 我给你们 再来射射射也行 我再 最后到底谁把谁射死了 四指数射死了 四指数